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肩部是一个大象 肩周炎我说其实没有这一套 非常难治疗 绝对不好治 因为它肩部有分 如果你 我们刚开始在讲上背部的时候 说肩后痛 因为肩部 你挤起来 有些人会痛前面 有些人痛后面 对不对 那也有人痛上面这一点 也有人痛旁边 对 我觉得对不对 你是痛旁边 对 如果没有这一套 你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 那治疗也不一样 后面痛这里 那就推这样对过来 就是推这里 那如果旁边痛 前面痛 上面痛推这里 但是这里现在还多了一条 这一条 那它的位置是怎么样呢 这一条对过来刚好对到胸 乳头 所以我说对乳癌患者特别有效 那也对什么有效呢 你看 这里对过来乳头附近的 只要乳头这里 前面我们早上也做了一个 就是它感觉这里前面痛 那因为它对过来刚好乳头 所以这一条还有对哪里呢 肩部 你感觉里面隐隐痛 痛点好像很难描述的 这一点我发现 这一条非常有效 甚至这时候在里面 你也不知道后面还是前面 感觉隐隐的 这一条可以先推推看 还蛮有效的 那也就是正确这一条管理哪里了 上面前面旁边还有腋下这里 还有侧胸 它管到胸部的侧面 那这一条管到乳中间的胸部 这样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为什么乳癌患者也可以用 那因为它对过来乳头 所以它对肺部 所以肺部也会有效 对我非常渴的 经常渴的 渴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推这一点 我一般还会再加强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条也是一个非常有效 那加上如果有可能 那更不用讲 一定这一条也先要帮它推 那但是它这里 用我原来的原始点 一定绰绰有余了 推这一点会不会改善 也会改善 我发现这个痛 推这里竟然也可以改善 所以我确定 这一条不能取代这个 不能取代 因为有些人前面痛 旁边痛或上面痛 你光推这一条 它还是会感觉有五分改善 但真正推到这一条 全部改善 只有少数有些人 你推了 它确实就完全改善 也有这样的个案 所以我现在把这一条当作怎么样 当作它可以强化 这一条的原来的点的功用 但不能真正完全取代它 所以原来的点都保持 但是多了这一个点 确实可以有加强的作用 那还有就是肩周炎 它举起来或往后的角度不够大 我们做原来的动作 其实已经角度可以拉得很大 肩胛骨内侧在做角度会更大 所以这样我们就跟刘医师 大量这样研究下来确定 它这样对咳嗽 胸闷 还有肩周炎方面都有帮助的效用 所以算是一条很重要的线 所以这一次就把它 我特别把它当作一个参考点 那我们现在来做它 它这个比较容易治的 它是这里嘛 对 主要是这一条 什么时候比较痛 晚上睡觉时候吧 晚上一般常常都会晚上 所以我说时病久寒 那晚上如果比较痛的话 那还要温敷 那现在也痛嘛 也算是就是这么举 到这就不行了 后面就这么到这就不行了 上不去了 这里就举不起来 这一天到这怎么没问题 这一天上不来了 一般如果患者去医师那里 他有些人挤不起来 有些往旁边 有些人往后面 一般如果我没有这一套 我在台湾都有 我教过很多医师 那我会问他们 你们治疗方法一样吗 他们都会跟我讲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挤起来会痛 有些人往后会痛 所以他们治疗方法不一样 当你听到这样的答案 你觉得对吗 不对 不对 你看你们已经变内行 很显然 那这样的医师多吗 几乎都是 我相信大陆也不例外 因为他们一定会说不一样 起起来会痛跟往后会痛 一定不一样 不同角度 事实上 你还是要追问 你说不一样就错了 你还要问什么 起起来痛哪里 有可能痛前面 有可能痛后面 往后会痛 也可能痛前面 也可能痛后面 你没有进一步问 他痛点在哪里 你就不知道 怎么处理了 那即使问出来 你真的会处理吗 我看还是不一样 要找到那个开关很难 所以我不相信 肩周炎可以一针 一针就解决的 如果这个医师有办法一针 那这个针已经 把我的几个开关怎么样 都把它盖刮 那表示我的开关不是大开关了 竟然被一针把我的开关涵盖 这不可能 所以我才说 针灸如果说有一针 可以全部都针好 那绝对 不可能 因为我这样一找 找大开关 找了那么多年 我确信 它一定有分的 这样大家 如果没有这一套 你们怎么分 不可能 所以我们讲完 几乎都已经知道答案了 所以旁边 按我们的肩胛骨 还有治疗到胸部的侧面 这个一般女孩子也会 乳房侧面痛 都会找妇产科 如果有这一套就不用找了 就是按这里 它侧面就会好 如果痛中间 乳房痛中间 就是按肩胛骨内侧 这样大家知道 来趴着我们开始来坐 你忍一下 这里疼吗 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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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这里开始疼 这里开始疼 可以忍受吗 这里疼吗 疼 这里也疼 这里疼是吗 这里疼吗 怕的 这里比较疼 这里厉害 您这样多久 您说 有 快一年了吧 好几年了 一年 一年 一年还好 找过医师推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不信 不信啊 他是不相信医师的 那你相信什么 相信自然会好 相信自然会啊 那你相信自然已经相信一年了 开不好啊 开不好 还继续信下去 你相信你自己哦 这个还不错 他对自己很有把握 很有自信的 他相信自己 哎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有效 这样就够了 好 那等一下 我在 我们揉完 我们再来测试第二条看看它的感觉 来您先起来看看 那个肩壁现在 先不要穿鞋子 您就看看 哎 都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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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哦 对 谢谢 你怎么在这儿了 我们凭什么样在家 老师自己这么赚 啊 他抓到哪里 你知道吗 他相信自己 原来自己也不可信 他看哪里就抓哪里 他抓一年也不会好 所以他这个哦 他这样一讲哦 又告诉我们一件事 真的 你抓这样 抓到患处 真的痛处 抓一年都不会啊 抓两年也不会啊 所以痛处能不能按 不能 所以我这一套 就是从患者身上找答案 他们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 我都把它一一记录 啊 过来 所以你看我的禁忌 患者感觉痛处 不可以按 你看 这个他也是在讲我的禁忌哦 您不错 您在趴着 我再帮你做一下 这一条 大家看肩胛骨内侧炎 这个手法以后也会教 这一点疼吗 不疼 这一点不疼啊 这一点疼吗 这一点有一点是吧 这里有一点 好 因为我知道 如果肩胛炎这一条 多少都会帮助 这里呢 不疼 这里疼对不对 对 好 那这里疼吗 不疼 这里就不疼 这里也不疼 好 那你痛点在这里 好 你再往后举看看 看那种感觉 跟刚刚比起来是差不多还是有加强的 还要好一些 好一些 所以我说有帮助作用 所以现在告诉各位 因为有些也曾经听过我的课 那如果这样就是还要加强怎么样 肩胛骨内侧 再帮他按一下 让他多舒服一点 所以他有加强的作用 好谢谢您 谢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